台上带动台下全体学员贵宾跟着跳 这是南投县老人大学及妇女大学的联合结业典礼 以充满活力的方式来庆祝 六个公所也以武来会友 跟其他乡镇来做一个交流 那整个妇女大学跟长青大学 都是永远不会毕业的 只有结业典礼的 这样一个学海无涯的一个学习 南投县推广终身学习的理念 不管年龄跟性别 让老人家能走出户外多活动 妇女们获得薪知 实践县内两性平权的观念 课程的安排 都是经过我们地方 大家讨论所获得的结论 前线的妇女同胞 老人们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学员上台领结业证书 今年度南投县府补助开办 各41班约3000人 透过多元的学习课程 让学员实践活到老学到老 享受熟龄及老年生活 记者曾伟祥 南投报道